政府浪費人民公堂嘛 我們來看看外館 外館也就是所謂的外交部 其中也包含使館 使館在三人以下的小館 竟然占了四分之一 往下看 如果說有一些住點 反而是沒剪過 三年來沒剪過 反而增加了札幌 法蘭克福跟清奈等等三處 所以這規劃還要持續的擴點 而且光是維持著100多個使館 有118個代表處 每年的花費就將近100億元的公堂 但是對於外交部來說 其實也是蠻尷尬的 就怕裁撤掉代表處之後 之後再射不回去了 哪一個住外單位 對台灣的 這個對外的經貿 貢獻最大 排名一下 我會把美國排在第一位 連回答個外館貢獻度 都要想好幾秒 民進黨立委會這麼問 就是因為我國目前 有118個住外館處 多到已經被監察院要求檢討 但外交部竟然還打算再擴點 真的不表示多就比較好 有一些地方 像現在三五個人 事實上是可以全面的來做一個檢討 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該有 該裁的就裁 有時候我們也必須考慮就是說 如果我們裁撤一個管處 將來能不能夠回得去 這個也必須考慮 因為我們就是 至少能夠維持一個東西在那邊 這個也很重要 就怕裁了再無法重蓋 但翻開年度預算 光是這上百間外館 就請了1956個人 人身費高達64億 把房屋租金和水電費加一加 一年要燒掉國庫近百億 就我一個巨人來講 他只不過是5架的F16的代價而已啊 但是你功能那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想我們不能夠以錢來認定 應該就符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花錢花的兇卻捨不得裁撤 他看過去也只有在2009年 砍了5個駐外館後 數量再也沒動過 只是靠這些外館真的能活路外交嗎 恐怕功能性都還得再甚深評估 連續學生葉麗凡 看不到 就別忘了 感谢观看